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在完成上一讲提到的扭转团队士气之后 你的大本营暂时稳定些来了 接下来 你要开始尽快获得你上级的信任 迅速找到业务突破口 用业绩证明自己 不过 在现实工作中 我看到很多新进管理者都会走弯路 要么就是一头扎进各种细致末节里 找不到目标 也分不清楚主次轻重 要么就是急于打大仗 对小项目不屑一顾 这两种心态都是不对的 你作为刚上任不久的中层管理者 不能深陷细节 零零碎碎的基础工作 那是基层该做的事 但是 你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信任 去公关一个大项目 上级对你的耐心也是有限的 你应该先从全局入手 对业务的方方面面 有一个通盘的认识 再做优先级排序 这时候 你就会豁然开朗 那么 怎么找突破口呢 你可能会说 问老板呗 老板说啥是重点 啥就是重点吗 对于基层管理者 这么向上管理是可以的 搞清楚上级7万 然后严格执行 但问题是 你现在已经是中层管理者 角色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你必须自己去把高自由度的问题 定义出来 然后去影响老板给你支持 所以 忠诚去见老板 就不能空着手去了 你要在见老板的时候 带上见面礼 这一讲 我给你介绍两个工具 业绩盘点矩阵 和业绩优先级矩阵 他们可以帮助你 先做全局盘点 再做优先级排序 缺一不可 这也就是我说的 见面礼了 我们先来看看 怎么做好业绩盘点 看清大局 在抢探期这个阶段 要做一个全面的战略计划 说实话 离你还有点远 但你也不能只关注眼前的业绩 需要拉长视线 平衡长期和短期的业务指标 业绩盘点矩阵 就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 透过表面的业绩数字 快速找出所有触发增长的潜在因素 它其实是从存量和增量两个维度 去盘点业务和组织 帮助你快速平衡短期业绩 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以销售部门为例 做了一个业绩盘点矩阵 放在文稿区 你可以对照着这个矩阵 听我给你一一分析 首先看业务 顾名思义 就是公司要你完成的业务指标 这里面 业务存量说的是 目前出业绩的主要来源 在销售上 主要就体现为客户关系维护 促销预算使用效率提升 用户购物体验优化等等 这是你的基本盘 不容有失 你可以在前任的基础上 进行优化 但是仅仅跟着前任的方向走 很难保证你的业务 有新的增长 你还需要在业务增量上 寻找新的机会 比如新产品 新区域 新渠道 新业务模式 新管理方式 新的管理系统等等 另外 大多数管理者盘点业绩的时候 只考虑业务本身 很容易忽视团队建设 要知道 磨刀不误砍财工 只有团队的成长 才能给你带来业务的持续成长 所以 我把组织这一列 也放到了举证当中 它也由增量和存量组成 要发展组织的存量 主要就是通过培训 提升现有员工能力 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 就是发展组织的增量 举个例子 我曾经给一家企业 做销售团队的管理咨询 发现他们的团队成员 都是名校毕业 名企背景 但企业这两年 收入却不断下降 我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他们的管理者 在做工作计划的时候 只看眼前的业绩这一列 这就导致了团队成员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只用业绩说话 没有人去做那些 长期可以帮助团队出业绩 但短期没有什么效果的事情 这样做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 他们三五年前招来的管理生 根本得不到成长 即使企业越做越大 但团队成员的能力 却没有获得提高 所以 我用自己亲身经历 总结的经验告诉你 在盘业务的时候 不要只看眼前的业务存量 还要看长期的增量 从哪里来 不能只看业务本身 还要关注你的团队能力的提升 当然 不只是销售岗位可以用这个工具做业绩盘点 即使你是技术 财务 人力等等 也一样可以用到 我在文考区还做了一个技术忠诚的业绩盘点举证 供你参考 这个表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 我曾经在业绩分析矩阵里 一口气列出了 最近三个月要做的23件事 你也可以练习一下 尽可能详细地写出你要做的事情 把它放到这个由增量 存量业务和组织组成的矩阵里 盘完手里的业务 你心里基本就有个底了 但我们列出的这些任务 都要全部去行动吗 不是的 在你有限的资源和时间里 优先级排序尤为重要 你或许听说过时间管理矩阵 我在它的基础上 改良出了一个忠诚管理者的 业绩优先级矩阵 把你分清楚大小缓击 你可以把上一部业绩盘出来的这些任务 再次放到优先级的矩阵里 我在文稿区也做了一个销售的 业绩优先级矩阵 你可以对照着看看 这个矩阵是按照业绩价值的高低 和任务的大小去划分的 通常来说 那些成绩容易被管理成看见 或者被列为公司战略重点的 就是业绩价值高的任务 反之就是业绩价值低 三个月内就能搞定的是小任务 要做三个月以上的 就是大任务 我们再结合着看第一类 业绩价值高的小任务 我管它叫低锤的果子 也就是俗话说的 挑软柿子捏 找到你的发力点 以我自己的经历举例 我刚刚晋升销售团队管理者的时候 特别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编一个大的订单回来 但我的上级就提醒我 先做好海菲斯一款新品的上市谈判和执行 原因有三 第一 因为新品能给公司带来新的业绩 公司一定是投入大资源去支持的 第二 做新品 不需要我招兵买马 用现有的人就够了 第三 新品做起来难度低 只要往客户获加上100 扑获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我听取了建议 把力气全用在这个发力点上 果然 团队凭借着全渠道第一个上市新款洗发水的战绩 拿下了当季的最佳销售团队奖 一下就帮助我在团队里站稳的脚跟 要吃到更多低垂的果子 你还可以优化那些伤害用户体验的环节 比如缺货 价格沟通不但等等 即使解决这些问题 不需要你花大力气 就可以看到很好的效果 这类任务 就是我们这次分析最重要的产出 也是接下来 你要去和你上级确认的工作重点 第二类叫做业绩价值高的大任务 比如拓展新区域 开辟新渠道 要达成这类任务 仅仅靠现有的人手和资源 肯定是不够的 等你把人经费早期了 很可能两三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一旦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可能也会成为你的业绩亮点 这类任务怎么做 你可以尽量把它们拆成一堆的低垂的果子 把容易出业绩的部分担到前面 比如开拓福建的业务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但先拿下厦门作为试点 就更容易切入了 而且短期内拓展重点城市 会比半年以后拓展一个省 更能巩固你的成绩 增长你的信心 所谓一鸟在手 胜过两鸟在铃嘛 第三类 是业绩价值低或者不确定的小任务 比如你需要公司开发一个新的管理系统 优化现有的工作流程 这种事儿虽然任务不大 但是短期出不了业绩 别人也不太愿意支持你 不过你可以保持给公司适当的提醒 比如你在每次开会的时候 就可以反复提一句 希望公司支持开发某某系统 它能让外部对你保持关注就可以了 第四类 是业绩价值低或者不确定的大任务 比如探索新的团队管理模式 或者是经营模式 但是你在刚上任的时候 你连招人都还没谱呢 就算探索出了管理模式 要去转化成业绩 也是一个未知数 这种工作 建议你在充分获得管理层信任之后 再去做 到这里 我要特别提醒你 重点关注那些 短期做了未必有效果 长期来看 却对业绩增长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我管他们叫可持续业绩 比如团队的人才培养 培训 用户购物体验的提升 预算的使用效率 客户的关系维护等等 原因很简单 一个发展良好的公司 它各个板块的业务 都应该能不断的增长 但像销售部门靠促销带来生意 人力部门靠加工资 带来团队的稳定 技术部门靠集体加班 带来的开发量等等 都属于不可持续的业绩 只有不断加大资源投入 才可能见到效果 可是公司的成本投入是有限的 人的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 这时候 你的业绩增量从哪里来呢 显然 必须发展可持续业绩 比如说 仓主物流的忠诚 要第一时间 分析仓库周转商品结构 找出低周转高库容的产品 而不是整天瞒着卸货搬货 或者是找更大的仓库 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 要着手打造高绩效的团队文化 分析员工离职的原因 而不是忙着招人面试 技术部的管理者 要注意代码规范建设 需求提报制度建设 而不是最新于开发数量等等 这些都不一定是短期就能出业绩的事 但你一定要把它们作为长期工作的重点 在你的计划里去体现 这也是我在第一讲提到的 打粮草和增肥力的平衡 好 以上就是我这一讲给你分享的 忠诚管理者找到业绩突破口的方法 第一步 你可以从业务和组织两个方面 全局盘点你的增量和存量 列出你要做的所有任务 第二步 你可以把这些任务 按照业绩价值的高低和任务的大小 排出优先级 找到你短期和长期要发力的重心 在这里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请你用业绩优先级矩阵 对你手头的工作做一次排序 找出一个容易出业绩的小任务 也就是低垂的果子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一下 为什么是它 找出业务突破口 只是你自己做的策略 接下来 你就要把你的工作方案 成交给你的上级 从一系列低垂的果子中 做出迅速出业绩的计划 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前面我们解决了 怎么安全着陆 稳住团队士气 找到业务突破口 接下来 你需要尽快向你的上级 做一次全面的汇报 和上级确认 接下来三个月 能做的一系列小事 积小胜为大胜 扭转自己在抢摊期的被动局面 请你的上级 帮你扶上马 送一程 不过和上级合作也有很多雷区 很多混迹职场多年的中层管理者 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 我以前的创业合伙人 他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了 他和我说 他刚刚毕掉一个总监 转正的申请 我就问他了 为什么呀 他说 我让这位总监 汇报他的试用期 业务发展数值 结果这位 开口就向我要更多的费用 和更多的业务员 销量目标加一倍 他的策略就是促销费和业务员加一倍 至于现有业务如何优化 怎么提高人均产出 新业务的增长点在哪里 怎么开拓新的推广渠道 都没有自己的思考 团队的培养 人才梯队的搭建 也是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行动计划 更要命的是 这位总监 还特别能自己感动自己 他为了增加一倍的业务员 这几个月 每天都忙着招聘 忙到半夜 他觉得自己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问题是 招聘是工作的重点吗 你看 这位总监 就犯了向上管理上的典型错误 第一 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上级 确认过工作重点 他认为重要的 比如招业务员 在他上级看来 完全没有价值 第二 由于没有一个项目全局的拉齐认知 等到老板来过问的时候 原本以为可以给上级惊喜 结果是给了对方一个惊吓 如果你还处于艰难存活的抢探期 那么 你更需要小心谨慎的和你的上级 拉齐这些认知 怎么做呢 我给你一个叫做百日计划的工具 帮助你和你的上级一起 把你的业绩突破口 变成可落地的 彼此拉齐认知的工作计划 我把百日计划的模板放到了文稿区 你可以一边听我讲 一边对照着看 这个计划表里 包含任务描述 要达到的指标或交付物 时间段 负责人 需要的支持和完成情况这几个部分 要做好这个计划 你可以按照这三个步骤走 第一步 你要和你的上级 确认优先级矩阵里 你认为有价值的小任务 它是不是认可这种分法 也就是第一列 对于到底要做什么任务达成共识 比如 我就和上文提到的CEO 有这样的交流 我说 假设我是你那位总监 我听下来 提高人均产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人均单产提高了 再扩张 就是有质量的业绩提升了 所以 为了达成人均单产这个任务 我会做这三件事 第一 尝试找到 不靠堆人力进行业绩提升的渠道 例如新媒体 第二 提升现有员工的推广能力 第三 贷唤尾部低产的员工 等三个月后 人均单产达到一定标准后 再判断 是不是增加人手 CEO听了以后 有点懊恼的说 你说的太对了 要是三个月前 他能和我有这样的交流就好了 你看 CEO非常清楚 三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指望忠诚 带来翻天覆地的业绩提升 但是三个月是完全足够一个忠诚 至少找对方向的 这也是业绩的体现 不过 短短三个月 你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所以 第二步 在选任务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上一讲 我们用到的业绩优先级矩阵 选出三到五个 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出业绩 同时 也是上级认可的任务 进行重点功课 并且 你还要给他们配上结果指标 或者交付物 确保这个工作结果是可衡量的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 交付物这个概念 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像销售运营一样 大部分工作都用KBI来量化的 比如技术部 难道可以用敲了多少行代码 来量化团队的业绩吗 这时候 最终交付物就起作用了 某款重要产品的上限 某条财务流程的落地执行等等 都可以作为证明你达成预期的证据 这就是交付物 第三步 你要把上一步挑出的重点任务 按照周的颗粒度进行分解 100天也就是14周 每周结束后 你可以快速的和上级回顾一下进展 一旦出了早期成绩 也尽快展示给上级和公司高层 这样既帮助你建立信心 也可以帮你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个月结束后 我甚至建议你和你的直接领导 约上公司的高层 围绕百日计划做一次数值 展示你前三个月的业绩表现 获得最高层对你的支持 不过 即便有了作战计划 你也别着急埋头干活 想着光凭业绩能力 来获得上级的肯定 一些专业能力比较强的忠诚 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极端 那就是 有没有上级无所谓 也就是说 你认为在某些板块 你比你的上级还有经验 这时候啊 就免不了开始鞠躬自傲 以为可以不依靠上级 自己独闯江湖了 我有个学弟 就犯了这种典型的错误 他在一家化工设备企业 担任销售负责人 他的上级是从制造部门转过来的 销售方面没有他懂 所以啊 他一开始就对上级的建议 基本上没有放在眼里 还发生了冲突 他原本以为 公司会因为他的能力 继续重用他 但是没想到 公司把他的团队一分为三 还补上了两个 跟他平级的忠诚 手头上管的业务啊 一下子被砍掉了一大半 这背后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如果所有的忠诚管理者 都仗着自己的业绩 向上横冲直撞 公司的管理必然乱套 高层 往往会站在他的上级这边 那么我们反思一下 正确的上下级合作的知识 应该是什么呢 我总结起来啊 叫做联手创造更大的价值 你比上级离一线更近 所以你更懂客户 更懂团队 上级呢 比你离高层更近 所以他更懂战略 更懂资源的分配 你要知道 推进执行 向上汇报 只是单向的 如果要从上级手里 拿到更多的支持 比如战略决策 和资源分配 那么你就要跟上级 双向互动 怎么互动呢 我总结了统一战线的四大议题 去把上级拉到你的战线里 让他更好地帮助你 这四个问题是 第一 老板你要什么 第二 老板你能给什么 第三 老板我怎么配合你 第四 老板你怎么支持我 先来说 老板你要什么 这个沟通议题啊 是帮助你搞清楚 上级对你的期望 你可以问你的上级 对你短期 比如说三个月 半年的目标 或者是中长期的一年 两年的期望是什么 达到哪些量化指标 或者产生哪些具体的交付物 才叫做好了 在这个沟通过程中 很多中程总喜欢和上级 在谈七万目标的时候 讨价还价 上级的七万是一千万销售额 中程说做不到 八百万差不多 最后九百万折中成交 这种做法 很容易让你的上级 对你产生不信任 对你完成目标 也没多大帮助 而且下次老板 给你开的价会更高 因为要留出你还价的空间 聪明的中程 会把重心放在资源上 这时候 第二个议题就派上用场了 你要和老板一起讨论 你能给我什么 也就是说 我需要哪些支持 才能完成这些目标 不管多高的目标 只要资源给到位了 就应该接受 当然 这里的资源 不仅仅局限于钱 上级的时间精力投入 高层的关注 系统的开发支持 对你团队更多的编制支持等等 都是资源 而且 有经验的中程管理者 在申请资源的时候 会给出多个选项 比如 如果获得这个级别的支持 那么目标可以做到这样 如果想减少资源的投入 那么目标可以做到那样 你这么说 上级在做决策的时候 会舒服很多 第三 老板我怎么配合你 你要和你的上级确认 他希望你和他的沟通方式 汇报节奏是怎样的 比如 他是倾向于当面直接沟通 还是希望你沟通前 新发邮件 你们是每个月碰一次 还是每周你给他做一支汇报 和第三个议题对应的 是第四个议题 老板你怎么支持我 不要害怕把自己的个人需求 告诉你的上级 很多忠诚 会以为自己的想法说多了 上级会觉得我狮子大开口 其实 职场是一个价值共创 价值交换的舞台 你不说出自己的需求 上级反而会以为 你自己没想法 不知道怎么去激励你 当然 你的需求远不止 加工资这一项 学习成长 职业发展 甚至是家庭规划 都是可以拿出来 跟你的上级 做充分交流的话题 我那位学弟 就是用第四个议题 突破了困境 虽然他专攻销售 而上级出身制造部门 看似营销 没有他懂得多 但是 通过跟上级沟通好 老板你怎么支持我 这个议题 他意识到 上级对产品的理解 是远超过他的 于是 他赶紧扭转方向 在上级的帮助下 积极向制造部门 反馈客户需求 今年还主导研发了一款 更贴近用户的产品 在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上 实现了一次零的突破 最后 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的公司管理风格 是两级管理 也就是说 你的上级的上级 对你的升迁有决定权 那么 请不要忘了 你统一战线的对象 也要把它拉进来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作为信任的管理者 你可以用百日计划 跟你的上级 规划你的前三个月 如何有节奏的出业绩 另外 你可以围绕 老板你要什么 老板你能给什么 老板我怎么配合你 老板你怎么支持我 这四大议题 和你的上级 建立一种 联手创造价值的 职场合作关系 帮助你的上级 让它更好地帮助你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清楚你接下来 三个月的工作重点吗 你的上级 清楚你接下来 三个月的工作重点吗 你们最近一次 拉起认知是什么时候 欢迎你在留言区 分享你沟通后的感受 完成和上级的认知拉平 接下来你就要放开手脚 带团队冲业绩了 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 我和你分享了 获得上级支持的经验 现在你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带着团队冲业绩了 不过 你真的指挥得动 你的下属们吗 我相信 不少忠诚管理者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这样的下属 布置任务的时候 要么直接质疑 任务的合理性 要么找各种借口 这个太难了 目标太高了 肯定办不到 执行任务的时候 工作质量差 能拖就拖 不到最后一分钟 都不主动告诉你完成情况 任务结束复凡的时候 说他几句 他就一个劲的推卸责任 都是财务部的问题 还有那个运营部不配合 所以我才搞不定 如果你放任手下们 这样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 等于更加鼓励他们继续消极 甚至他们还会抱团取暖 把一些愿意干活的队员挤走 一起来孤立你 接下来差不多就行 会成为团队的工作标准 做实事的反而成为了另类 下属们不服管 背后的原因很多 这时候 你挨个去谈心做思想工作 调整薪酬结构 都很难见效 为什么 因为面对你这个抢探期的上司 下属们还不相信你能够带着他们出业绩 这种状况下 你要先建立起微信 这一讲 我就来和你说说 怎么建立微信 首先 你要知道 你该建立哪种微信 管理者的微信 通常来自三个方面 职位微信 专业微信 和管理微信 先来说第一种 职位微信 比如 你在群里说 我是老板 我说的算 这种职位微信 比较表面 你有上司职位 下属不得不听你的 但容易口服心不服 职位微信 见效快 却不持久 再来说第二种 专业微信 比如 你给团队开会说 我是大牛 都听我的 专业微信 是指你的业务能力 让大家不得不服 你有专业微信 当然很好 不过 往往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才能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 虽然持久 但是见效慢 我认为 见效快 同时更持久的是第三种 管理微信 也就是 通过管理动作 建立你的权威 因为 它是一种 由内而外的影响方式 比如说 我自己经历过一个老板 他一上来 就和我们约法三章 他说 我答应你们的请求 我一定会办到 我也希望你们答应我的事 一定要办到 他平时不严厉 甚至开起玩笑来 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 但是 他在为团队争取利益的时候 一点不含糊 反过来 一旦有人在工作中 没能信守承诺 他叫起针来 对方恨不得找个地方装进去 我们从来不需要做什么表态 但是 一旦确认要做到的业绩目标 那真的是拼了命也要去完成 所以 判断你有没有真的在团队建立起微信 你光看输入视角 也就是员工怎么表态是不够的 你还要有输出视角 那就是 大家是不是真的 把你的要求 由内而外的付诸行动 那么 怎么建立起管理微信呢 首先 我不建议你 上来就以简单粗暴的批评 或者惩罚的管理方式来立威 心理学上有个承诺和一致现象 简单来说 就是人们普遍希望 自己在外人看来 是言行一致的 如果你直接劈头盖脸的骂下属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马马虎虎 好了 这样你等于加深了 他在马马虎虎这件事情上的认知 说不定 他还觉得自己马马虎虎 是做事有灵活度的表现 为了证明他做事灵活 他未来会更加马马虎虎 其次 我也不建议你 一来就改这改那 定一大堆的条条框框 搞得鸡飞狗跳 万一有些复杂的政策不落地 或者政策太多 你跟踪不过来 你到时候就骑虎难下了 改回去吧 下属觉得你遭令西改 政策没有延续性 不改吧 放着一堆没人遵守的规章制度 只会不断侵蚀你的权威 应该怎么办呢 要想真正建立你的权威 你可以从立规矩 这个管理动作开始 落实到具体做法 你可以分四步种 第一 定好保险司 第二 对齐标准 第三 让团队公开承诺 第四 做出调整 先说第一步 定好保险司 你要先给团队立一个容易落地 犯规了容易被发现的小规矩 一点待面 调整团队状态 建立上级的微信 小规矩啊 就好像你进行微信管理时候的保险司 你想保险司的特点是什么 成本低 效果明显的 一旦电流过量 立刻熔断 从而保护整个电路安全 举个例子 曼联传奇教练福克森刚上任的时候 就强力推行借酒这个小规矩 他甚至酒精会毁掉职业球员 福克森甚至直接上球员家抓喝酒 而不仅仅是看球员在球场上的行为表现 落实到职场 比如 下属接任务的时候爱推托 你可以从语言上要求下属们 不许说 我搞不定这个任务是因为123 而只能说 如果要搞定这个任务 我需要的支持是123 又或者 下属不主动汇报 那么可以定一个规矩 每周写工作周记 并操送整个部门 针对下属复盘的时候 总爱推卸责任 我曾经的老板 就制定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规矩 叫做no no 也就是规定下属汇报的时候 说到其他部门 不能出现no 不行 不对 总之 任何代步的负面词都不能说 这也是管理层 针对部门墙问题 有针对性的 规范团队的一个小动作 这里提醒你注意一下 规矩最终是为了出业绩服务的 有的团队 要有很高的纪律性 才能出业绩 那么上下班不迟到 就应该是个规矩 但是 对于创意型工作的团队 死板僵化的工作状态 反而会让士气下降 另外 在执行规矩的过程中 你要适时调整和迭代规矩 确保难度不要太大 或者执行起来 不要太复杂 不然 大家很容易 一不小心就坏了规矩 定好了保险丝 第二步 就要对齐标准 要让一个规矩 执行落地 你要和你的团队 清晰的沟通 这三个问题 你的规矩为什么定 标准动作是什么 违反了 有什么后果 比如 你规定 跟其他部门合作 不能说no 那么你就要告诉团队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为你的规矩 确定合法性地位 你要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 哪些不正确的行为 阻碍了团队业绩的达成 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些规矩 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大家 而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团队进步 有不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叫卡特教练 里面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特别有感触 篮球教练卡特上任之后 给队员定了一条规矩是 不管每次正式练习之前 还是队员迟到 甚至有队员质疑教练 训练和惩罚的方式 都是一个 做俯卧撑 卡特教练一句话就点明白了 为什么 你们过去26次比赛 输了22次 我看了你们的比赛 你们的投篮没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 出在你们的体能上 所以做俯卧撑 就是为了尽快 把你们的体能短板补上 这其实是在无形中 给团队传递这样一个信号 我很专业 跟我走不会错 让团队对你定的规矩 心服口服 光说明为什么还不够 你还要明确 标准动作是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什么情况下可以例外 就像走正步一样 你要先给团队一个标准 让他们知道 怎样才算对齐 同时说明标准以外的情况 比如跟其他部门合作 不能说no这条规矩 假如其他部门 确实违背了公司价值观 或者做了伤害用户体验的事 那你当然要敢于说no 没有必要太教条 接下来是和大家讲清楚 规矩怎么落地 违反了有什么后果 前期你定的规矩 针对的都是小动作 团队有人采线了 我建议你 最好采取比较温和 轻松的小惩罚 这就好比 要是过马路闯红灯 都要把行人关起来 那么以后就没有人敢走路了 同样道理 小规矩起到的 就是保险司的作用 帮助你在前期 找出那些 特别不听话的问题员工 移走最影响业绩的障碍 就达到目的了 所以可以请彩线的下属 表演一个节目 或者是让他 请大家喝一杯奶茶等等 说完了对齐标准 我们来说第三步 让团队公开承诺 跟团队拉齐了 规矩的标准之后 你可以再加一个动作来巩固 就是请大家来表个态 我们都力挺这个规矩 一旦违规 愿意受罚 你可以让大家 轮流对新规矩 发表意见 甚至可以让大家 在文件上签军令状 然后在办公室 显眼的地方挂上去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这里就利用了 我上面提到的 承诺和一致的心理 对自己的承诺 进行公开表态 让越多的人知道 人们就越容易坚持下去 好 第四步 是调整队伍 这也是这根保险丝的 重要作用 帮助你识别出 那些刺头员工 对于硬实不守规矩的员工 你要采取行动 虽然我前面说了 每次违反规矩 队员要接受一个小惩罚 就可以了 你的目的是 为了让团队 达成管理规范 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 但是 对于故意违抗规矩的下属 你要有相应的动作 比如 和他谈个话 了解他为什么公然违反 大家都认可的规矩 如果这个下属 就是不服管 我建议你 及时向上级汇报 能调离就调离 不行就劝退 不要在你没有办法 领导的人身上 浪费你的管理资源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面对不服管的下属 我给你分享了 忠诚管理者立规矩的四步法 通过定好保险司 对其标准 让团队公开承诺 调整队伍 这四个步骤 忠诚管理者 能够用最少的成本 快速地在团队中树立威信 为不久之后的充分业绩 做好人员的准备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如果你的一个下属 因为屡次挑战规矩的红线被你调走了 但是 突然有一天 他幻然悔悟 想重新归队 你是否接纳他 为什么 欢迎你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思考 接下来 你就要为团队招兵买马了 下一讲 我们来探讨 管理者怎么向上级要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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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